上來第一個動作,先綁什麼呢?安全帶 把安全帶綁好之後呢,確認一下 那一樣,考試當天的話呢,車子是在發動狀態 所以不用擔心 好,一樣等預熱燈熄滅,如果說你是發動第一台,第一位開的 預熱燈熄滅,踩著煞車 好,第一個動作,伸高,靠近 往前開的時候,抬前進擋,放手煞車 好,抓好方向盤 一樣,眼睛盯著看,看哪裡呢? 牙差去對準插入口的位置 好,牙差去對準插入口的位置 好,前方壓到板線的時候,停下來,打水平,向敵 眼睛盯著牙差看 好,眼睛盯著牙差看 不要舉什麼?撞到或拉到站幫 好,再來呢,開到這裡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看 看不到位置,頭就竄出來,看一下扶貨架 好,扶貨架跟什麼?正方的體力,往前靠近 距離十公分以內就可以 你也可以輕輕碰到 好,這樣就要輕輕碰到 然後呢,你們外面在開的時候,有一個習慣 好,醜衣 好,注意喔,這樣就醜衣了 好,也就是這個動作,拜託你千萬不要用在考場 老師會抓 好,身高之後,離地十五到二十五公尊 麻煩各位的看一下這個油壓缸的連結頭 好,不用進來,不用進來,在外面看就可以 跟什麼?跟這個橫桿差不多等高就可以了 回後傾,三到五度 好,車子向後退 你要退哪一邊,你自己決定 我的習慣會左後方 為什麼呢?等一下可以到一個道幅圈 會比較怎樣?比較好開 好,前輪軸,軸心 好,到這個位置 方向盤左轉轉進去 靠近內側,來,板子對到什麼?這個門柱 方向盤回正 然後呢,讓車子呢,就順著這一個角度等一下進來 眼睛看一下兩側的位置,沒有問題 好,就按照這個方式進來 板子一進到裡面,微微左轉 輪胎 輪胎靠近這一個點 好,就是這一個點 各位,你們來看一下這邊 車身呢,就跟這一個點保持這麼平行 有沒有,車身就是在這一個位置點 好,輪胎的位置就在這裡 好,慢慢往前走 好,慢慢往前走 然後呢,去對哪裡呢?對這一個點 有沒有,對到這一個點 好,這一個點呢,其實就是你的身體已經做這個貨架了 偏左邊左轉,現在慢慢開進去 好,偏左邊左轉 慢慢開進去的時候呢,自己看一下沒有問題 回過來 輪胎呢,就在這個點的旁邊 有沒有看到? 好,就在這個點的旁邊 輪胎軸心對到這一個點 對到這一個點之後呢,就是對到這一個主子 方向盤,左轉,轉到前 它就會對正 就是,你按照這一個方式來開的話呢 對到貨架不是很困難 那你可以自己怎樣,稍微抓一下那個感覺 好,當然,前方的位置距離 兩邊都要裝,不要什麼 不要太靠近 好,打水瓶,把貨物怎樣,升高 好,升高的過程當中,排空檔 就算你放掉煞車,車子也不會走 有沒有,可是如果說你剛剛沒有排空檔 會有一個現象就是,如果我在前進狀態 煞車不小心中開,有沒有發現 快慢慢往前開 很有可能貨架會被你怎樣,被你拉掉 所以呢,排空檔比較安全 可是,老師不會抓你有沒有排空檔 沒有排空檔,老師不會抓你 撞到算你的 好,注意喔,全部都是結果論 撞到算你的 好,升高之後 底部,確定離我的貨架高一個拳頭 往前開進去,左右兩側距離稍微抓一下 把貨物呢,全部放進貨架內 好 向後退,一樣點輕輕的看 好,輕輕的貨架看,沒有問題 降低,排空檔 好,請第二層的貨物 抬高 注意喔,抬高的時候,這個貨架 不貨架的這個地方 會去撞到貨架的下緣,你要小心 很臭地沒關係,但是不要撞到 底部有10公分,空間夠用就可以了 好,慢慢推出來 注意,出來之後,確認板子全部在貨架外 一定要先下降 注意喔,沒有下降,直接轉彎 直接刷掉 好,老師傅的動作,在這裡都不能用 好,微微往前開,要空間 方向盤向右轉,轉到底,底部退出來 看一下沒有問題 好,為什麼我們剛剛會再側到左邊 因為這裡就跟剛剛那個路線都一樣 有沒有,我們就是往右前方開 好,往右前方開 我們指到這一個點的位置 左轉轉進去 好,靠近那一側的 門柱,回正 好,一樣抓好,靠近那一側的 動作又重複了 閃過這根柱子,回正 好,到了這一個點 邊走邊轉,就把它這樣開進去 來到這裡,同樣的動作,再做一次 好,如果過程當中,你發現車子沒有對正 你都可以微調跟修正 打水平,好,升高 來,麻煩各位的,現在就退進來這裡面 好,做什麼呢 因為,這邊設計了一個踏板在這裡 可是呢,自台車這個踏板 怎麼好像做一過程當中都沒有用到 你知道有沒有,其實是使用時機的問題 我在身高的時候,這個速度是不是很慢 對 為了要加速一定是什麼 踩油門 所以我的右腳如果過去油門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就沒人顧啦 所以呢,這一個踏板 我如果踩下去 剛剛刹車是不是踩著 我這裡踩下去的時候 它會把刹車扣住 所以呢,這一個踏板 它可以幫忙做補助刹車的一個作用 再來,還有呢,它會把動力把它怎麼怎樣切掉 也就是說,前進後退的動力 會把它怎樣鎖住 可是呢,機器用久了 難保它會怎樣 會有間隙 所以在使用過程當中 如果你是入前進檔 我踩油門 沒有踩緊的話呢 它就會往前開 所以呢,你的左腳在放的過程當中 車子會慢慢往前移動 所以這個叫什麼 叫寸重踏板 可是如果我現在是排空檔的情況下 身高 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前進的動力 所以你不用怕 所以排空檔會比較安全 可是呢,這一個習慣 慢慢你要怎樣 你要去把它建立起來 也就是說我的使用 你可以看到 左腳先踩寸動 右腳提到油門 大家稍重踩踩踏油門 那油門的話呢 不用踩太重 這樣子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的地壓棒 有一個調速鍵在那邊 它會調整 它速度不會怎樣 超過它的一個設定範圍 它的調速器 會讓它的速度保持一個定速 油門再快 它還是那個速度 所以地壓棒的轉速是固定的 好,最快轉速是固定 好,那這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在快速升降的時候 左邊這個踏板 你可以決定用還是不用 如果你不熟悉的 你今天就都不要用也沒關係 好,再來 右邊比較靠近 就往什麼,往左邊 好,那麻煩各位的就往外移出去 好,微調修正都可以 好,微調修正都可以 好,全部放棄 好,來 好,降低 取下承破物 好,升高之後 有沒有 升高之後 升高之後 然後呢,一樣抓好這個距離 抓好這個距離 好,抓好這個距離 回直 向後退 來 抬空 向低 回回後起 往前開一點點 要空間而已 向後退 這時候要倒退 好,車子開出來 先打直 等到你的身體過門柱 有沒有 升級過門柱了 方向盤左轉轉到底 對到外側門柱 路的中間 方向盤慢慢回正 對到內側門柱 車子怎樣 卡直 等到前輪軸進來的時候呢 微微向左轉 車子呢,會向右邊傾斜 左下角這裡就會閃過 再來看哪裡呢 看右邊 當他靠近門柱的時候 回正 回正之後呢 就這樣斜斜向後退 等到右上角進來 頭看出來看 邊走邊退 好,這樣就進來了 好,推到哪裡呢 推到第三角這邊 有號,你鐵面上一樣有這一個鐵面 啊,車子呢 一下那邊就給它等一下 轉進去 好,回正 確認一下位置 沒有問題 打水瓶 再燒 往前開 方向位置 高速都抓一下 全部放進度過下內 好 抬高 往前看 要空间 向后退 左转退回去 好 一样身体后门柱 左转先进去 对道门慢慢回正 靠近内设门柱 完全打直 前轮轴进来 微微左转 回正 右上角进来 左转 轻轻轻 好 打过物呢 放在地面的框框 好 注意 单边抓10公分以内 另外一边就不会有问题 好 放下来的时候 注意 右边 左边都看一下 没有问题 向后退 一样慢慢来 眼睛盯着牙叉看 好 身高后起 在这个日子 好 身高后起 在这个日子 安全带解开 左手抓扶手 右手抓椅子的扶手 下车 用这种方式下来 操作时间15分钟以内完成 15分钟 好,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麻烦各位这边先等候一下